在花博天使馆进行匕首画脚游戏炒热气氛 或是在林安泰古厝内进行捐印手作 就连搭车时也安排抽卡牌活动 就是要促进参加者相互认识化解尴尬 松山区公所以松山之恋幸福放送为主题 举办亲手林单身联营活动 结合多项互动游戏等内容 让参加者在浓浓古风与冲冲绿意之间 洗劫良缘密得爱绿 这一次的活动安排比较特别 我们特别带着大家去到林安泰古厝 来做相关的手作体验 另外我们的松山持有宫也提供了爱情所 让参与的活动的民众能够带着爱情所 到我们宫里面去拜拜 然后也可以过炉祈求好运 那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联营活动 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另一半 今年的活动比较特别 我们特别安排到林安泰古厝 来做这个相关的活动体验 那另外呢我们持有宫也有提供了这个爱情所 让我们参加的这个朋友们呢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很特别的爱情所 来够认识他的这个命令的另外一半 为鼓励并支持年轻族群 适临婚育及早完成人生目标 这次松山区十三街庄信仰中心 松山持有宫也特别为所有单身联谊参加者 准备特制爱情所 祝福大家幸福解锁爱情营门 为促进更多良缘并推广人口政策 区公所将于八月二十日 在加码举办一场诞生联谊 报名时间及活动相关资讯 欢迎锁定松山区公所官网最新消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